上海现在的状况有一些麻烦 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 你看这是他们昨天公布的 全中国一万多例 然后重灾区上海已经有九千例了 那现在上海这个不能讲封城 因为他们很坚持不可以用这个字 全区的静态管理 静态管理的范围相当之广大 静态管理的这个当中呢 出现了非常多奇奇怪怪的现象 我们之前也曾经看过说 你割双眼皮没办法拆线 医生跑到那边去 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说 有小婴儿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也不能打疫苗 虽然说在打中国的疫苗 其实有打跟没打也差不了多少 好那小朋友连这些疫苗 都没有办法打的时候 他们确诊那确诊怎么办呢 他们就被集中 婴幼儿集中管理 那爸妈呢 因为爸妈没确诊啊 你们不能跟确诊的在一起啊 这好扯哦 太扯了 然后所以就有看到的目击者 一张婴儿床上面啊 坐三个婴儿 然后其中小婴儿还在那边哭哭哭 可是没有人可以照顾他 然后尿布张里也没人换 然后他们又去 就是那个 完全处在一个失控的状态 那可是怎么办呢 因为中央已经告诉你了 我要这个动态清零啊 孙春兰都已经到了上海啊 去做这个防疫的这个记者会了 他就说这个动态清零是我们的总方针 绝不犹豫 而且不动摇 那为什么他要讲这些话呢 是因为之前上海就已经有另外一批专家 在讲说这个动态清零恐怕已经不太符合现在的状态了 所以恐怕是要与义共存这样子的方向去做 好那因为有这样子的声音呢 就被认为说 你这个恐怕是政治打击 因为二十大即将召开 那二十大当中这个上海的李强很有可能就会入常啊 政治局常委啊 那所以会不会是这个习派跟这个江派 透过疫情来做政治互相的攻击 当然也有可能 好无论如何 不管你们这个上海现在的状况是怎样 政治斗争的状况是怎样 总之他现在的这个疫情 的确是处在一个医疗恐怕要崩溃的状态 每天这么多的 而且你的疫苗打的跟没打 效果也差不了多少 可见重症的数量也不会太少 这也是为什么上海的医护还会上网求救 说我们真的已经快不行了 好那包括了这些 这个网络上面啊不断的有这些 来声讨上海然后来骂上海说你这个防疫完全失控啊 这些文章出现 那这些人这些人的下场会怎样不知道 但是总之越来越多还包括了这个 这个讯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这是徐青黄帮我们特别找到的 就是说现在上海的疫情呢 逃到天津 天津也受到上海感染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在天津有一个学生 他呢就跟他来自上海学校的男朋友 吻别啦 就是依依不舍 结果没想到从上海到天津去探视的这个同学呢 他确诊 他也中了 那所以那又吻别 那所以当然确诊就会传到天津的这个学生啊 那结果传到天津那个学生怎么办呢 我们学校开学延期了 他会导致整个学校 因为疫情要防控嘛 所以你整个学校 没有办法开学 没有办法正常的上课 确诊的人通通给我关在学校里面 那疫情就从上海蔓延到了天津 那比较多的人看到的重点是说 其实这两位都是男士 但是我觉得就是支持啊 只要是爱情通通支持嘛 那这也见证了在中国目前这个防疫的严峻的状态底下 爱情真的很坚真 一文封城啦 好所以郑浩你怎么看 就是现在在上海的情况真的很严重吗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上海严不严重其实不是看数字 数字这是一回事 应该看迹象 他有几个迹象真的很严重 第一个是解放军跟武警进驻 第二件事情是外县市的医疗医护人员来支援 第三件事情是孙春兰过去 这件事情我一个个来讲 第一个孙春兰一直都没有去 照理来说只要包含从武汉开始要有出事 孙春兰一定去 可是孙春兰去这次在上海 为什么拖到现在才去 因为李强的体面很重要 李强是习近平的这个之江新军 这一次可能是要入长的 他进入到政治局常委 一般认为最少最少是到国务院副总理等级 到国务院副总理等级就是跟孙春兰平级 如果运气再好一点可能当国务院总理 但是比孙春兰大 而且大半级大很多 所以孙春兰一直没有去 就是说要给李强留最后一线的颜面 结果现在孙春兰去了 所以去完之后你就会发现 这件事真的压不住 已经没有什么颜面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体面问题 后来解放军跟武警就已经到这边了 那这件事情就变成说 已经不管你李强未来的政治前途 因为上海是所有的老外都在看 然后你看到是前两天是欧盟 上海在欧盟的这个领事馆 很像是以前上海那个歌浪的 领事馆联名上书给上海市 说你不可以让我们外国人在这边 什么什么小狗没人喂 生病没有医院去 然后如果有慢性病等等的 你应该要给我要等等的 那这个东西就变成说 上海没有搞好是国际问题 是整个中国的脸都会丢掉 所以现在你看解放军跟武警都到的时候 现在有人传出来 他的小区外面是有武警拿的枪 在那边真的让小区不能出来的 因为其实有很多画面就说 虽然所谓的防控 或许在市中心是控的很好 可是上海区块就知道很大 你从上海开车开两个小时 是出不了上海的 所以那个边边可能还是有看到人 偷偷去买菜啊 什么一大堆怪事的 所以他们现在是真的要 落实到百分之百的防控 一定要把上海压下来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事情就是断粮 断粮我们已经讲很多了 那媒体呢 其实又访问到一个菜饭 那菜饭照理来说应该是菜很多 他说我也没有菜 我们几十个菜饭一起在菜市场隔离 隔离到后来呢 吃白饭也没有配菜 就是变成说这是很合理的 因为两三千 两千五百万的在籍人口 就说他光在籍人口 就跟台湾一样多 还有不在籍的人口 不在籍人口应该三千五百万上下 那这个城市的十一住行 我觉得是大问题 所以从外省市调来的不只是人 连粮食都要掉